韩子高出生于公元538年 正至南北朝时期 他因美貌而受到陈文帝的宠爱 后世盛传 韩子高是中国历史上 仅有的一位男皇后 这是怎么回事呢 韩子高容貌艳丽 千艳洁白 如美妇人 十六岁时 与吴欣太守陈倩相遇 被招募为贴身侍卫 一天陈倩对子高说 人家都说我有帝王之相 若果真如此 我就立立为皇后 陈书韩子高传中记载 文帝圣宠爱之 未赏你左右 陈文帝提到韩子高成文 霍博的性格 令他们多了几分欣欣相惜 文帝死后 在他的目前 立了两只麒麟雕像 均为雄兽 据传就是因为 没有彻底子高为皇后 所作的补赏 陈文帝冲冠一路 为红颜的壮丽 也算是千古一决了